我国外交部长雷特诺在今天上午接见了到访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双方就两国在经贸方面的合作和地区稳定进行了探讨 雷特诺在会议上强调两国要深入开展经贸合作 尤其是中国在印尼多个领域进行投资 包括下游、制造业、能源转型和粮食安全等 雷特诺表示从我国出口到中国的货物贸易量正在增加 中国市场对印尼产品的获取是平衡的 另一方面中国在我国的投资额达到74亿美元 中国是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伙伴之一 除此之外,两国外长还同意加强在网络领域的合作 以维护印太地区的稳定 会上,两国部长在雅加达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指出 印尼和中国同意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Netono说,中东局势也是他与王一外长讨论的问题之一 印尼和中国对于各方在缓和局势方面保持克制的重要性 有着相同的看法 王毅还呼吁建立人道主义援助运送机制 以便快速安全可持续地向加沙运送物资 那么,加沙冲突已经持续了半年之久 造成了21世纪罕见的人道主义悲剧 联合国安理会响应国际社会的呼声 持续审议有关加沙停火的决议草案 但是,最近安理会终于第一次通过了 要求加沙立即停火的2728号局 美国这次没有敢继续站在国际道义的对立面 选择了弃权 但是呢,美方却声称 至于决议,没有约束力 美方的这一言论令世人大跌眼计 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大权心态 国际法在美国眼里 似乎只是想用就用 不想用则弃之的工具而已 随后,雷特勒也陪同王毅 前往总统府拜会了左科威总统 雷特勒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左科威总统鼓励与中国建立新首都的建设合作 包括交通运输领域 双方还讨论了亚万高铁项目的延续 并且鼓励中国向印尼转让技术 有必要加快完成将高铁路线 延伸至四水市的可行性研究 之后,王毅已和当选总统普拉伯沃进行了会面 在与王毅进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 雷特勒表示 在经济领域,中国是印尼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 两国贸易超过1270亿美元 中国也是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之一 去年的投资额超过74亿美元 印尼将本着合作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的精神继续推进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下各领域经济合作 每日新闻整理报道 超过560亿美元 超过560亿美元 超过560亿美元